HELLO 大家好 我是萌萌 最近上班有一個線上 就是發現實習生妹妹都在到處跟大家拍照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些實習生妹妹都被提早解約了 有妹妹她要離開的之前 她就問說 姐請問你覺得當空服員比較好 還是當地勤比較好 原來妹妹都有在偷看我們的影片 航空業其實已經算一個非常高危險的職業 我想趁這段期間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比較辛苦跟不好的地方在哪邊 重點就是請不要犯罪空服員做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如果你今天看完這個影片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幫助到一些人 或是當你真的覺得你可以接受這點的時候 在這個工作可能可以維持的比較久 至少你已經先知道好壞在哪裡 一開始我就來講一下 現在算是疫情很嚴重 很多地方都已經斷航甚至停飛了 現在有很多的空服員非長城縣 可能是美國縣、歐洲、加拿大 這些已經實施雙組員來回 什麼叫雙組員來回 A先打工過去 B組當客人 回程的時候再交換 這個是為了不要讓空服員 去到可能其他國家 受到一些感染之類的 避免接觸的機會 你可以想像這裡有多累嗎? 大部分長城航班都是在晚上出發 客人到那邊可能是早上的時間 他們會比較好轉機 所以大部分亞洲地區出發的長城縣 都是晚上 基本上你身體已經算是在熬夜的狀態了 如果你在飛機上都休息時間睡不好的話 整個身體狀況會很差 你免疫力也會很差 24小時幾乎都在飛機上 那加上你從家裡出來報到 然後到最後回到家的時間 你可能35個小時 你都是處於在工作狀態 就是沒有辦法休息 雖然說當客人的時候 你有機會可以休息 你就想像一下 你可能30幾個小時 不能洗澡 然後不能洗頭 然後你都要戴妝 戴口罩 甚至你的內褲可能穿了一整天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是渾身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另外一個就是 你接觸的客人也都是高風險的客人 其實海外還是有很多留學生 是往台灣這邊轉機 或者是回來台灣 因為畢竟在國外看醫生 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這些班機雖然出去 可能沒有這麼多人 可是回來的時候其實都很滿 那這些人你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去過哪裡 你又跟他們處在一個密閉空間 其實是一個很高危險的職業 很多人都不覺得說 空服員是一個高危險的職業 是第一線 為什麼不是呢? 就是啊 因為這些客人 事先搭了飛機 比如說回台灣之後 後來他發現有病去看醫生 空服員是比醫療人員 還要再更早接觸到 因為空服員是先把這些人帶回來 再來是碰到地勤 再來才是檢疫人員 有些人就認為說 只有醫療才是第一線 空服員這個行業其實不是 不然現在健保卡 也不會有顯示 航空業人員這個選項 因為這個行業確實就是一個 會接觸到很多的感染的可能性 當然這是一個現在比較特別的時期 就講一下平常好了 這個工作需要的獨立性很高 就是你要能很獨立 我們受訓的期間是住在國外 然後才發現說 他沒有離家過 他可能沒有辦法一個人獨立這麼久 就是這樣等等這些 你如果沒有辦法自己去 助自己獨立行動 或是你每一趟飛 都是跟不太認識的人去相處的話 其實這個工作是很有挑戰性 然後再來就是 你常常偶夜飛 很多人不會告訴你 但是我覺得這個工作就是 越飛身體越散 你可能本來沒有一些敏感的問題 後來都會有 因為免疫力下降 可能會常常感冒 剛開始飛的前半年都很常感冒 因為你身體不是一個轉換期 或是你這個月可能飛到多少公時 就會很容易開始發燒 免疫力下降 你原本沒有的敏感問題 過敏可能都會出來 肌腸又很乾 所以可能常常會長細紋 也有很多就是會有憋尿 可能現在要送餐你沒有辦法去上廁所 就是身體會越肥越爛 以一個過來人跟你說 然後你可能也會有一些工傷 例如可能是手腕傷 媽媽手 這是空服員的職業傷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為那個餐車其實很重 然後跟旅客帶上來的手提行李 他們如果就是都亂放的話 那空服員要去敲 那這樣一拉其實也很容易受傷 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工作好像飛到國外 就是可以去逛街啊 買東西啊 很棒啊 什麼的 我就講一下 一個生意很好的餐廳 例如鼎泰峰 他們的生意就是都很好 一直都有很多客人 所以翻桌率就很快 那相對的 這個航空公司很大 然後客人也都很多 來往的航班也會比較頻繁 所以那空服員相對待的時間 就不會這麼久 可能會壓到最短 就是一個可以符合 民航局休息工時的限制 然後就會再回來 你甚至常常飛到外站 最後你可能只有一個半天的時間 你最後真的會累到 只去超市買買東西 你可能附近吃個飯 就降回家睡覺 我跟阿菜是以前都是在飛 那我是後來就是下來坐地勤 其實我覺得 空服員這個工作 沒有辦法深度的旅遊 因為你就是會去到的地方 都是很短很短 然後就回來了 還有就是過年過節的時候 例如說跨年啊 聖誕節啊 農曆新年這個禮拜 大家都在出去玩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一個人在外站 或是你就要不斷的一直去飛 因為航班很多 客人很多嘛 別人跟家裡在聚餐啊 或是跟情人在相聚的時候 你就可能一個人在外站 還有一個就是 當你先去過很多地方 你吃過很好吃的一大一菜 今天你約會的對象 要帶你去吃一間一大一餐廳的時候 對方可能跟你說 這間真的很好吃 你可能默默心 你就會覺得 其實你吃過哪邊更好吃 可是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講 你也不能說 這個還好 我在哪邊吃過 顯得很討人厭 比較不容易滿足 就是有好有壞 就是你看過很多 吃過很多 所以你會變得有一點就是覺得 這個不怎麼樣 就是我吃過更好的 那對方可能就會有點受傷 會覺得你很難搞 還有一點就是像我們在外籍 航空工作 你的出發地 總算是在別的國家的時候 生病生理不舒服 沒有辦法有人來照顧你 因為你家人沒有都在很遠的地方 跟你同住的室友 可能也要飛出去了之類的 我個人曾經就是 情人節的時候 買過一張演唱會的票 我很想要去看 但是因為頒表大家都對不起來 所以我就買了一張票一個人去看 然後那天是情人節 然後我很巧的 就在那天發燒了 然後我室友飛出去 完全沒有人可以照顧我 連想要爬去客廳 拿一杯水的利器都沒有辦法 就在床上大概死了一兩天 那後來有同事就說 知道說我生病了 然後他們就說 可能住在隔壁棚 要不要買東西過來給我吃 這樣我就會跟他們說 我怕他們就是會感染 這樣所以會叫他們不要過來 那是幾年前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天哪好悲慘 其實這一天我買一張演唱會票 去看演唱會就已經夠殘了 然後我還發燒 結果最後根本就沒有出去 那演唱會票的錢也就浪費掉了 這個職業我會覺得 他的獨立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人都是 你飛個三五年沒有下來的話 通常就不會下來 通常就是都在上面 就是因為獨立性太高 所以你要去轉換其他工作的時候 真的很困難 他不是像說 你是在某一間公司做會計 或是你在某一間公司做行銷 那你今天跳去別間公司的時候 也有這樣子的部門跟職位 你很快就可以上手 一個國家裡面可能 很多公司都有 會計或是行銷 這類的這個部門 一個國家可以有幾間航空公司 那些航空公司需要的 又有多少人 你要轉換真的是會有點困難 我會覺得 如果你對這個工作 抱有很大的幻想的話 會覺得你需要先知道 一些這個工作的利弊 如果你真的都可以接受 你也覺得 這個對你來說 就算聽到這樣子 你還是覺得你很想要當空服員的話 趁這段時間好好準備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航空公司有可能一段時間不會招人 那你如果說我英文不好 我還是很想當空服員 那就趁這段時間去進修 去學或是去考多一把分數考起來 然後之後可以準備面試 那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覺得好像跟你想像中有點落差 可能其他的職業會比較適合你的話 這個影片有讓你能得到 就是需要知道的資訊 好那最後就是現在還在防疫期間 希望這波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請洗手 不要摸眼口 戴口罩 保護好自己 不要群聚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這波疫情趕快過去 航空業真的是都不知道 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有要放五星家 如果你還是想要考空服員的話 就趁這段時間好好準備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追蹤 還有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下次見囉 掰掰 我那時候剛從空服員下來地勤的時候 很多地勤都會問說 天啊這麼大公司 這麼好福利 這麼好工作 你怎麼會下來這樣 那時候同事很想飛 他們後來去飛了 他們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工作到底 讓人覺得很崩潰的地方在哪裡 朋友後來還說 他就是密件才去當空姐 如果以後他的小孩 說要去當空姐 他就會打斷他的腿